HELLO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疗師 三個字 SunGuts 相信許多人家中的長輩 都因為膝蓋疼痛無理等等的問題 而沒有辦法長時間的站立或是走路 雖然大家都會直接性的認為說 是膝蓋退化所導致的 因此除了手術之外是完全不可能的問題 但其實絕大多數老人的膝蓋疼痛狀況 都是因為長時間的坐沙發、坐躺椅 而讓他們的臀部與髖外節受到過大的沉壓 進而讓他們大腿肌群發炎 再演變成膝蓋發炎的狀況 再加上很多長輩他們退休後就不太運動了 坐著一整天看手機看電視 也讓肌肉的強度、耐力跟著變弱 種種因素下來 讓他們光是從坐到站都會覺得非常的困難 因此這次的影片介紹五個 專門為了比較少運動的長輩所設計的運動方式 他的強度可以慢慢的增加上去 讓那些狀況比較差的長輩有個方向可以依循 從頭開始強化膝蓋肌力 逆轉越痛就越不想動的負面循環吧 那要強化膝蓋之前呢 我們得要先對膝蓋的解剖構造有點概念 多數人對於膝蓋的了解 都只局限在於膝蓋本身的骨頭 以及裡面的半月板的軟骨 因為當他們磨損到退化性關節炎時 就會導致了許多人的疼痛問題 但其實膝蓋不只有半月板 它周圍還有許多肌肉負責控制膝蓋的動作 穩定住膝蓋 而當肌肉因為受損而慢性發炎與沾黏的時候 就會導致同樣疼痛的問題 甚至讓你開始感覺肌力變弱 越來越不好走 而這也才是多數人真實問題所在 那這部分呢 其實就是可以靠著肌力訓練來逆轉的 那接下來介紹運動呢 就是為了行動比較不方便 明顯肌力偏弱的老人家設計的 而且所謂的介紹越來越後面呢 會越來越增加強度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需求去做 第一個運動是直膝下壓 這個運動躺著就可以做 主要是針對連簡單坐立站起 都有困難的老人家 這個運動可以初步的強化膝蓋肌群 甚至如果因為膝蓋水腫痛到不敢動的 也可以簡單做這樣的運動來幫助水腫代謝 那首先這個運動要先躺平 讓膝蓋伸直 並且我們在膝蓋下方墊一個折疊過後的毛巾 這個毛巾的目的有點像是一個提醒物 讓我們等一下在運動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收縮感 而動作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讓膝蓋往下壓 去把膝蓋下面的毛巾給壓扁 就這樣在下面停留個5秒 你會感受到大腿前面的骨四頭肌有收縮感 你可以看到當我在這樣下壓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骨四頭肌的收縮會讓大腿的現場變得更明顯 這要說是個出力的狀態 然後就在下面這邊停留個5秒 就放鬆反復住個30下 而這個運動的好處就是對於 因為膝蓋水腫了疼痛的人 可以用我們家小的角度去運動 透過骨四頭肌的收縮放鬆 像是幫不一樣來幫助膝蓋周圍的水分加速排掉 對於你的膝蓋負擔並不會太大 而且動作起來很簡單 因此對於那些真的很難做起站起的人 這樣最簡易的運動 就可以有效地收縮骨四頭肌 去稍微鍛鍊你的膝蓋 那第二個運動主要點是我們的臀肌群 也就是我們屁股的肌肉 對於我們平常要坐起或站起等等的轉換動作 這邊的肌群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這個運動也很簡單 就是在我們躺平的時候 把我們的膝蓋彎曲成90度 接下來就把屁股給抬起來 讓我們的膝蓋與腰部呈現一個直線的狀態 要特別注意的是 不要讓我們的腰部過度扣癢 要讓我們的屁股和膝蓋呈現直線 然後就維持在這樣抬起來的姿勢下面停留個5秒 過程中你會感受到你的屁股還有大腿的收縮感 然後就這樣反覆做個30下 那這個動作主要是訓練我們屁股裡面的臀肌群 其實當我們走路時非常需要屁股的肌肉 來去穩定雙腳走路時的左右搖擺程度 所以那些走路時總是很不穩定 身體換了換去 屁股換了換去很明顯的人 都會跟臀肌群的疲弱有關係 那我們就特別需要去訓練這個地方 那第三個要做的運動是坐姿抬腳 這個運動在過去很多人都有介紹過 主要是正確那些長時間需要坐在椅子上面看電視 或是要坐在辦公室一整天工作的人 讓他們可以藉由這樣簡單的運動 來讓膝蓋大腿的肌群有點收縮訓練到 那大家之前如果有學過的話 可能都只知道要像這樣子把腳給抬起來 但其實這樣是做錯的 會忽略到很多東西 反而會練不到肌肉還容易受傷 所以正確做的話呢 首先要做一個比較高的椅子 讓你的屁股比膝蓋高一些或至少等高的位置 接下來呢 把我們的雙手往後撐在椅子上面 讓你的身體有點微微的後傾 這樣子呢 才能夠讓大腿的肌群 有比較好的出力角度 讓他們可以被完整的收縮到 然後就這樣子呢 把你的膝蓋伸直 在最上面這個位置停留個5秒 你會感受到大腿前色的明顯的收縮感 就這樣反覆做個30下 然後交替腳來做 而在其中呢 把你的雙手往後撐在椅子 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正是因為我們的股視肉其實從我們的骨盆前緣 一路連接到我們的膝蓋前緣 所以在身體前行的狀態下 我們的骨盆前面對內的肌肉會很難收縮到 這邊會被過度的縮短 所以要是你做錯的話呢 就會變成只有膝蓋那一端的肌群有收縮到而已 再加上如果你是前傾去做的話 你的大腿後側的肌群是會被拉伸到的 要是你又坐在太低的椅子 就會讓你的腰部被過度拉伸 因此容易受傷 所以你一定要坐在比較高的椅子 然後讓你身體有點往後傾 才去做這個運動 才會是比較有效果的方式 那第四個可以做的呢 是靠牆的深蹲 由於一般的深蹲難度會比較高一些 如果做錯的話 就很容易導致受傷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靠著牆來深蹲 減低負擔的程度 那做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當我們在背對牆壁的時候呢 把雙腳與肩同寬 然後雙手呢 圍矩在身前 接下來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腳跟靠在牆壁上 然後往前再踩半步的距離 這就是我們要的距離了 這個距離呢 要讓我們的身體可以往後完整地靠在牆壁上 保持我們的背部還有屁股都有靠在牆壁 我們的頭部可以不用 而動作的時候呢 就是讓我們的膝蓋往下彎 讓我們的屁股與膝蓋同高的位置 就在這邊停留個5秒 過程中呢 有感覺到大腿前側好屁股都有明顯的收縮感 然後就這樣反覆做個30下 那在做的時候呢 要注意到的點有幾個 首先第一個呢 是要注意防滑 最好的方法是穿鞋子 不然好容易蹲一蹲 就腳滑下去而受傷 這樣就非常麻煩了 那另外再往下蹲的時候呢 並不是蹲得越下去越好 而是要屁股與膝蓋等高的程度就可以了 但有些人的膝蓋狀況比較差一些 蹲到這個角度就會不太舒服 甚至到疼痛的程度 那就會建議這些人做到不會痛的角度 然後再依照情況 如果你覺得比較不會不舒服了 再慢慢增加上去就可以了 主要是讓你的大腿有基本的收縮感 這樣就可以去慢慢的訓練到你的肌群 第五個可以做的是弓箭步深蹲 比起前衣向的負擔還要更大 但由於是分腿蹲 所以可以調整的空間也比較高一些 如果我們要做的是右腳的訓練的話呢 就把我們的右腳先往前伸 然後左腳放在後面 做一個弓箭步的姿勢 那因為這邊是比較折動的版本 比較輕量的版本 所以我們會在做的時候 讓你的前身腳那邊浮個東西 你像浮個牆壁 或者浮個椅子都可以的 接下來我們就用弓箭步的姿勢 這樣子往下蹲 到你的左邊的膝蓋接近地板的位置 這樣不用真的碰上去 過程中呢 你會感受到你的大腿前側有明顯的疏力感 然後就在最底的位置停留個5秒 再起來反覆做個15下 之後呢 再腳踢另外一隻腳來繼續做15下 那這個動作是分腿蹲 所以要是下蹲的角度比較有限的話 這個動作可以比較好去調整到 不會引起膝蓋不適的程度 另外動作時呢 要避免身體的過度前傾 我們不是要讓膝蓋前側的壓力過大 而是要讓整個大腿都有去訓練到 所以我們在保持我們身體是正的就可以了 那以上5個運動呢 都是以安全性為優先考量的 讓老人家在家裡可以做的比較輕鬆 初階的運動方式 讓你要是做完了這些運動 感覺你的雙腳力量變得比較強了一些 或是整體狀態有明顯變得比較好一點了 就可以接下去做一些更進階的運動 像是拿啞鈴做深蹲 或是像是一般的去健身房做重訓之類的 拿著槓做重訓 這樣一步一步的去慢慢增加你的負荷量 才會對你的膝蓋比較好一些 那當你的雙腳力量比較好之後呢 就可以讓你的走路起來比較順暢 甚至到外面去上廁所蹲下來都會比較方便 但要是你的膝蓋正處於一個很疼痛的狀態 一路只要走一點路 或是稍微蹲一下就會很痛 或是膝蓋很明顯就是腫起來了 那麼就代表說你的膝蓋正在發炎 那麼就以前面三種比較緩和的運動來做會比較好一些 前面三個都是讓你可以附帶一些收縮 又不會讓你的膝蓋太不舒服的動作 但要是你的膝蓋真的痛到難以處理 不管怎麼樣動都很痛的話 很可能是因為大腿膝蓋 還有周圍的肌群也有肌肉沾點的問題 那你可以看之前這支影片 裡面有介紹比較常見導致老人家膝蓋不適的肌群 透過裡面的肌群做放鬆 再看你的膝蓋會比較好動一些 有時候還有問題並不在膝蓋本身 而是在你的髖關節或是腰部周圍 但要是怎麼樣處理都很有限的話 當面去找個物理資料師或是醫生看過才會比較好一些啦 那最後呢 有很多老人家膝蓋不適 都是因為坐在過軟過矮的沙發上 導致髖關節和腰部的壓力過大 進而導致大腿的肌群發炎 然後再演變成膝蓋不好處理的狀態 因此呢 最近我跟走走家去開發了一張極健康沙發 讓大家來坐沙發時能讓可以有短正的坐姿 既舒服又可以保護健康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擊下方的說明欄有更詳細的資訊啦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有幫助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IG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by bwd6